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到底這五年多來你做了些什麼 你五年多來成績在哪裡 市長你簡單說話我們聽話一下 你的行政到什麼 沒有啦比較具體的人 西區門戶計畫 東區門戶計畫 公宅市場 林里下方改善計畫 有啦這些隨便講還是講得出一些 這都是計畫啊 那是有一部分在做啦 都在進行當中 而且老實講那個什麼軸線翻轉過去是政治口號 因為我們這個軸線翻轉有成功 軸線翻轉我們就來檢討一下 到底這五年來民眾對你的感受怎麼樣 民眾的感覺 柯市長你就是拆拆拆嘛 鍾孝橋引道 鍾正橋 北門 其他感受到什麼 其他都在進行中的看不到東西啊 我們看到的大巨蛋還是沒有動作啊 還是沒有完工啊 對不對 除了這些動作以外 我們看到 其實 侯友宜為什麼民調會這麼高 你為什麼會吊車尾 原因就是在於你的行銷在哪裡 你各局處首長做了些什麼誰知道 誰知道 你說說的社子島開發案 進度如何 按照進度再走啊 按照進度再走 問題是看不到成果啊 民眾感受不到社子島到底要不要開發 現在每天每個人都在問社子島要不要開發 會 一定會開發 一定會 在任內是不是如同媒體所登出來的 那我們本來是說 你就要公告區段徵收了 在你卸任之前 應該前半年嘛 不過我們需要再往前壓 所以比較確保說他一定可以推動 所以 所以說 第一個 你所做的事情 到底 有哪些細項 各局處 時間先暫停 我們請各局的局長上台 好 那我們現在請 每個局長把你自己認為 市長在這五年內 他的一個成績講出來 自己一個一個上台講 自己上台講 陳局長 這五年來市長的成績在哪裡 我想成績蠻多 很多都第一名 包括我們的雙語教育 還有實現交易 那 那智慧交易 尤其最近那個 我們雅賴不屈的 智慧城市大獎 我們是台灣唯一的 連續兩屆 像這些 包括我們學員交易的公共化 這個 費力量我們是全國第一 謝謝 好 問題是 媒體報過多少 人家 侯市長啊 每天都要上媒體 每天都要上媒體 每一項成績 每一次媒體都有報導 請問一下市長 有哪一項報導過 好 下一個局長 交通交通 交通部分有這個 林里交通環境改善 還有這個 定期票12880 那另外 帶線公車推出16條線 那還有這個 U-Bike和公共運輸的轉成優惠 那契機車收費共享運氣呢 這些其實都 計較都還不錯 好請下一位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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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備自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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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 施工終於31處 有1萬多戶 1萬多戶 這個是已經全面在施工 第一個 那第二個是 我們都更 跟微老的核定量 是全國第一 而且我們公辦都更的 造商的那個 宿偶也是全國第一 這第二個 第三個 我們創造的那個 違建徵務處理 這個目前 那個 拆除量都超過100% 是 招商 招商 招商都第一名 可以想到 那財政局這邊 那最主要是 在我們連續三年拿到招商網 去年的部分 我們一定也可以拿到 所以我們連續三年 應該可以拿到招商網 那另外一部分 就是財政紀律 那在過去五年裡面 我們還了 五百七十億 那大量的降低了 就是再席 那也不再留子孫 那這是財政局的部分 財政局包好 我想三個 第一個市場改建 那這都是十幾二十年 過去沒辦法執行 都能入屋執行 而且像南門中紀大龍 這都實行完成 那第二個是 我們也是全國首先的 這幾個育成基地的招商 這是台灣第一次這樣做 已經包含 南港生計 包含內科 都已經完成 那另外再來就是 對於青年朋友 創業的輔導講助 還有包含 十處的一整基地的完成 這都是全國首創 工夫姐跟一座報告 我們在新工處 在西區門戶計畫 東區門戶計畫 整個的這個 城市基礎建設上面 有很大的這個進步 完成 那在這個海綿城市 還文山區的自洪池的這個行建 那也都這樣提高了我們 台北市的這個 降雨的濃縮度 那在公園在田園城市的造景方面 推動田園城市的工作 也非常的積極 那再來我們這個衛工處 也在積極推進我們 民生污水廠 還有濱江污水廠的工作 大地處在推這個 這些大眾所 台北大眾所 這些還有我們永春培的四地公園 這些建設成績也 剖說這個市民的好評 謝謝 捷運首都環莊縣成行 那第一個階段 環莊縣在今年1月31號 15.4公里 14個車站通車 那另外 南北環第二階段 南北環20.66公里 我們預計明年開工 那第三個階段是 東環段13.12公里的路線 我們已經爭取行政院核定 我們希望能夠加快速度 把整個首都環莊縣 49.2公里能夠完成 那另外就是 雙子星的開發案 那麼後了十幾年 那我們總算把它招商完成 606億的工程 那麼一定明年可以開工 完成後可以創造1.6萬的工作機會 我們臺北市的副證考 也是全國第一名 所以在臺北市市民是很幸福的 只要在副所 我們都已經輸了 所以五分鐘就可以幫市民解決問題 我們的殯償設施 殯償服務也是全國第一名 所以臺北市也是殯償設施全國最好的 而且我們也在任內會把二級工程完成 所以那時候將臺北市的殯償設施做得更好 我們是一個多於友善的城市 我相信這是全世界都知道了 因為臺北市也提出了同文的視線 讓臺北市用一個尊重的態度來面對多元跟友善 所以臺北市我相信我們可以很自豪地說 我們全世界最友善的城市 包括我們的宗教 我相信減鄉減止 我們也全國做得最好的 這個部分整個宗教的一個活論空間 其實大家都很清楚 而且宗教跟政府的關係 那種互相合作 在整個疫情來看 事實上我們都可以理解 整個宗教來支持政府的政策 我相信臺北市是做得最好的 當然我們還有其他的 包括蔡影師一算 還有很多我們 感謝我們同仁所做的努力 我相信明天已經做得非常地多 謝謝 謝謝 那個警察局 在104年到109年 這個暴力性重大嫌犯 是全數偵破 另外 我們檢數槍戒 還有檢數光牌 也都有良好的成績 在車禍的死亡人數 台北市是六都最低的 另外 在每十萬人口 這個受傷的人數的比例 也是六都裡面最低的 以上 評論不完畢 明明做報告 科市長對於 那個數位跟 智慧轉型部分 非常地忠視 像我們在推廣智慧城市的部分 去年也獲得那個 洛杉磯領区 IMD全球评定智慧城市大概排名在第七 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的表现是很有系统化的一个推进 那因为我们在办理这个智慧城市的那个国际展览 也成为台北市一个非常重要的另外一张名片 所以因而这样可以启动一些 以智慧城市为基底的一个城市外交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的发展是一个很持续性的作业 以上报告 跟一座报告 回溯水库我想在全国的水库算是管理相当的健全 那尤其是去年把那个水库完工以后 我们的供水压力增加大概有三成 那今年以来的降水降雨量也是大概只有六成 但是我们谨慎的操作也提供市民可靠稳定 而且水质好的供水 另外我们随时在注意的是水库的安全管理 那所有的仪器都自动化 而且从以前每天监测一次 我们现在改为每个小时监测一次 实时掌握水库的状况 那以上报告 谢谢 报告医院卫生级的部分 那协助府方在推动策略地图 在我们的使命 院景还有策略价值 核心价值引导下 让我们整个市政府的努力有一个方向 另外我们推动金石管理 让各方面的流程更有效力 那也有落实财政纪律 另外我们在各项卫生级的部分 包括食安知识条例的落实 让市民免疫食安的一个威胁 那我们联合医院部分 也有推动居家医疗 还有很多的长照服务 以上谢谢